哈囉大家好我是平百姓 今天要跟各位做精辟分析的是我們神魔之塔即將在7月4號禮拜四 夢野景觀卡推出的這個成就龍科 影之神暴龍咒 那之前的話官方好像是不想放錯龍科了 所以後來做個更正版本 那這邊更正版本的這個精辟分析有關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首先第一個可以看到它是暗屬神族限定的一個龍科 又限種族又限屬性 這種龍科基本上我都沒有很推薦 因為它的使用頻率太低 你限種族就限屬性 你要嘛限暗 要嘛限神嘛 你兩個都限的話這個龍科使用率就很低了 而且它是功能型龍科 為什麼等一下再跟各位說 第一個 場上數量最多一種符石轉換為暗符石 那這個技能我也覺得沒有很好用 為什麼 因為暗神基本上要轉出暗符石的這個人才太多了 多到一個爆炸 所以我覺得並沒有很需要 而且它是隊長你才要放神 不代表隊員也一定要放神 所以這個轉化的部分我覺得使用率太低 而且技術好一點的話 隆重你也可以自己用手動濾出來 所以第一個技能基本上就等於廢掉了 就等於廢掉了真的 好那第二個技能的部分 神族攻擊力下35% 那它有限種族 雖然說沒有限屬性對不對 可是增傷的龍科太多了 屬也屬不清啊 看也看不完 所以增傷的這個部分我覺得使用率也是 不是使用頻率低啦 應該說很多龍科都用的到 都有 所以這個並不是有什麼吸引人的特點 那第三個的話 它是一個無視無鼠盾 那我常說 只要是破盾龍科就必刷 破盾龍科就必刷 但是這個龍科我比較特別一點 我並沒有講說一定要必刷 為什麼 因為雖然它是破盾龍科 可是你看到它限暗又限神的話 那你的隊長只要不是暗神的話 這個龍科也用不到 所以你可能拿這個龍科 你是沒機會用它的喔 你要思考到這一點喔 所以當你的隊員當中 有一隻吸屍的時候 有吸屍的時候 那這個龍科我就沒有那麼推薦 一定要刷 所以到時候看 夢魘集關卡的難度 是不是很難 因為之前有到粉絲家裡去做教學 那 以它那樣的隊伍 要打一個夢魘 通關就很難了 還要為一個成就龍 然後可能要花十幾二十顆 然後拿了這個龍科之後 可能用不到幾次 欸 對不對 這個龍科 很難有一個破盾龍科 可以讓我這樣說 它算是第一個了 很厲害了 喔 所以你本身有吸屍的話 阿 關卡又覺得很難打 就 並不一定要去入獸 喔 那如果能力所及 那當然推大一定要去刷 那我是一定會去刷的 喔 因為我是一定會過的 阿 好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 右下角按讚訂閱 右下角喜歡 訂閱旁邊的鈴鐺按下去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 第一手精闢分析消息 我們下次見 掰掰